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張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三月四號 在星期五晚上7點55分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觀眾朋友進入第九天了 這是一個何在的恐嚇戰 似乎普丁是殺紅了野媽 無差別的攻擊當中鎖定的平民百姓 他說他不是針對平民百姓 那麼這平民百姓受傷難道是見鬼嗎 我們看到俄軍在直接炮轟的過程當中 最新的畫面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為什麼 由於在過去四八小時遭到的烏克蘭 居民不斷的干擾跟伏擊 其中包括大批毫無武裝 手無寸舔的老弱婦孺 包括一般的老百姓 因為在24小時之前 他們試圖曾經肉身跟這個反戰標語 要阻擋俄軍朝這個札波羅傑方向來前進 但是怎麼知道 俄羅斯的部隊不僅是銘槍來示警 更直接朝這一些擋陸的群眾 投擲手榴彈 造成很多的百姓被炸斷了四肢 這個鎮壓的影片 國際感到十分的震驚 同時我們看到 由於在這個核電廠四處亂轟 濫炸之外呢 募集員工更是對外呼救 他們呼救什麼 說這些俄羅斯軍隊打算 要在核電廠裡頭埋射炸彈跟地雷 真的要如此的做嗎 我們看到在烏克蘭 雖然許許多多的城市 似乎陸陸續續有被佔據 我們稍後從地圖來看 不管是赫爾松 赫爾松附近的馬力波 那麼附近的澳德塞港 這些一旦被佔據之後 情勢可能會去演變 但是烏克蘭也不是毫無斬獲 比如說烏克蘭軍方宣布 畫面當中你看的畫面 擊斃了這個俄羅斯軍隊的少將 這是中央軍區第41軍團的副指揮官 OK好 消息屬實 對於烏克蘭當地民眾來講 當然士氣大正 除此之外 他們也宣布烏克蘭軍方 他們成功擊落了蘇凱34戰機 好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的同時呢 我們看到烏克蘭是丹麥開了第一槍 部分的國家不只丹麥 已經同意有志願公民前往烏克蘭 進行聲援來抵抗俄羅斯 而且呢 烏克蘭總統已經宣布 就說第一波來自其他國家 志願軍多達有一萬六千人 抵達烏克蘭 這些人到底怎麼進行運作 那麼未來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幫忙去保衛這個烏克蘭 不過在此同時呢 台灣昨天面臨了高雄新達電廠 這一個停電 那麼事故之後 全台灣的效應依然擴大 在從台灣感受到這個時刻的因愛 包括美國前國務卿的蓬佩奧 他昨天跟台灣的工商界呢 大約有30人閉門會談 有一個小時 下午呢 今天也有繼續跟媒體之間的會談 不過今天早上呢 我們看到他在軍越飯店的演說當中 有特別提到 台灣當然就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 不過被問到 美國是不是有必要使會出兵 他說要再仔細想一想 國防部長在今天也做出了論述 中華民國的領土要自我防衛 我們不會依賴任何的外援 來最新的情勢發展 為你邀請到這幾位來賓 首先為你介紹的是 國防院研究員 也是國家安全研究所的所長 沈明氏沈所長來到我們現場 沈所長晚安 主持人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以及我們特別邀請他來到我們現場 包括昨天國防部送到立法院 看到許多的我們的軍備 尤其在飛彈方面 熊二熊三包括熊身飛彈的量產 有重大的突破 邀請到前熊三飛彈總工程師 張誠大哥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周年晃 小君好 大家好 兩岸政策協法研究員張宇生老師 小君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文庄會的副主委黃紫哲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退役陸軍少將于北辰 小君好 大家好 馬上連線給淡大戰略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蘇紫雲 蘇博士 以及包括了陳破空老師 他仍在紐約看看中國的角色 以及機密的文件曝露的是2月20號 普丁打算從這天開始 一直到3月6號成功拿下烏克蘭 中國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呢 以及歐洲的最大核電廠 現在據說被俄羅斯軍隊成功給佔據了 未來情勢怎麼演變呢 也要連線給核工博士赫利維 來看最新情勢 巨大爆炸聲響 伴隨濃濃黑煙 搶測烏克蘭東南部城鎮安克德 歐洲最大核電廠淪陷 烏克蘭官方怒斥俄軍 根本是意圖身敵城核武大戰 二軍南線進攻勢如破竹 如今這座擁有6座反應爐的 歐洲最大核電廠遭到攻擊 但仍不敵猛烈炮擊交戰 火光衝天就怕釀成核災 烏克蘭外長表示 如果核電廠爆炸 影響範圍將會是 車諾比核災事故的10倍 後果不堪設想 不僅如此 還會嚴重影響火煉能源供應 漸漸影響烏軍作戰士氣 就連美國總統拜登 也緊急致電澤倫斯基 關切核電廠狀況 其實烏克蘭當地民眾 近日就用汽車、大卡車、輪胎 甚至肉身形成路障 疾遞避免歐洲最大核電廠流添 無奈仍無法一碗狂瀾 雖然來自美國、英國、捷克等 自願前往烏克蘭協助 烏軍抗戰的1.6萬名志願軍 順利抵達、準備渡工 但報效國外志願軍其實有名看 根據捷克法律 除非請求批准 否則捷克公民禁止在國外服役 偉者最終將被判處五年徒刑 烏克蘭全民抗議 甚至勇闖戰車前 從俄軍手中奪回國旗 但更令外界擔憂的是 法國總統馬克宏 三號和普丁進行長達 九十分鐘談話後 悲觀表示 僵持超過一週的烏俄大戰 最遭局面還沒到來 普丁似乎心意已決 還沒拿下整個烏克蘭錢 誓不罷休 好 這個形勢到底有多嚴重 現在俄軍是什麼 殺好野猫 狂轟爛炸嗎 吳將軍 其實大家一直在問 普丁到底想幹什麼 法國總統馬克宏說 他要佔據整個烏克蘭 其實我不認為俄羅斯 有這麼大的胃口跟能力 我覺得他最後的原因 是要把烏克蘭一分為二 把他切成兩邊 分為東烏跟西烏 然後他可以從中獲取他最大的利益 但是有一個地方 他一定要佔領的 就是整個黑海 整個黑海的控制權 他一定要全部都拿掉 所以大家由這個地方 就不難看出他的這些企圖 很多人問說 他說他在這個基辅西北方 有六十四公里長進的裝甲部隊 到底要幹什麼 在那個地方停了超過六十個小時 我是裝甲部隊出身的 沒有人這樣子使用裝甲部隊 裝甲部隊即使你要集結 他不會在道路上集結 他應該是在廣大的平原分區集結 然後等到命令下來的時候 他才能夠以迅雷疾風之勢 然後來激動 可是這不合常理 他直接在道路上一路排開六十四 綿長的公里他怎麼補給人員怎麼休息 他的油料 彈藥要怎麼樣來完成補充 這都是讓匪夷所思 可是唯一一個想法就是 這些部隊 他已經違反了中正常中南部隊作戰的方式 就是你開始作戰之後車輛不熄火 全是保持熱車 他應該是熄火了 他為什麼要熄火呢 因為節省燃料 但是當車輛熄火重新發車之後 他所有的系統 所有的通信聯絡 所有的東西都要重新調整 所以他就打算 他沒有要這麼快的 發起地面的戰爭 那他要做什麼事呢 我做了一個研判 我們從哈爾科夫的狀況 就可以看出來 他從第一天就想拿下來 第二大城 可是九天了 他還在繼續跟這個俄羅斯苦苦的對峙 之中 所以普丁改變的方式 他要有兩個點為中心 然後讓他完成會施 哪兩個點 第一個由哈爾科夫 由北向南 另外一個是從克里米亞半島 由南向北 一個是順時鐘 一個逆時鐘 他們打算在頓內斯科 跟盧安比克的地方 完成會施 哈爾科夫 你看這個砲擊 這個狀況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曾經在921震 救災的時候 就發現這種狀況 一個砲擊 這個瓦力堆下 會不會埋到人 這個瓦力堆底下 會不會有罹難者 我敢保證 一定有 一定有 他不會讓整個俄羅斯 進來之後 我就跟你說 我是人道的攻擊 攻擊沒有人道了 這是什麼 這都車輛 這些民眾出來 地上的保險桿 車輛的保險桿 門窗的窗戶 都被炸飛炸爛 然後你看車輛燒成廢墟 這怎麼會沒有傷亡 怎麼會是人道的攻擊 攻擊沒有人道的 所以說 從哈爾科夫 一直往南打 他包含了 要打這個伊利平的空擊 包含打了這個 這個利斯坎斯克的大轟炸 這種轟炸都是毀滅性的作為 他都沒有 你看這人在這邊看 整個建築物 完全不成 不成正常的樣子 這些人在這個地方 他在幹嘛 忘污心探 他的下一步如何走 這就是普丁要的 他要所有的居民 你在跟我對抗 這就是你的未來 這就是你可怕的未來 他要瓦解烏克蘭 所有人民的向心力 還有一些城市 尚未被攻擊 這個普丁也用了一種方式 他叫他的士兵 大拉拉拉拿著手榴彈 進入城市 他拿著手榴彈 你看走入人群 大家都在拍 都在拍 然後他告訴你 這是實彈 這是實彈 如果你要傷害我 我就會讓它爆炸 跟你玉石俱焚 但是你讓它走的話 它告訴你 你們如果不投降 不是一顆手榴彈而已 下一波是所有的精準炸彈 所有的毀滅性的炸彈 會炸彈你的家鄉 炸彈你的家園 那同時普丁還做了一個 非常非常看起來人道 但是執行起來 是非常缺德的事 我開一條安全走廊 我讓你烏冬地區 想要跑的人 趕快跑 你離開這個走廊 你離開這個地區 我馬上就要狂轟濫炸 它就是要瓦解地區 所有人民 對於烏克蘭政府的向心力 所以這件事情 已經受到國際社會 相當重的矚目 而且大家最近 近來看到了一件事 就是出現了一種蝴蝶雷 大家說什麼叫蝴蝶雷 這個蝴蝶雷 我在這個授訓的時候 還真的有 這個工兵有跟我介紹過 這是在越戰的時候 發展出來一種非常不人道的武器 就它這個武器 大家一定曾經也用過 過年的時候放那個鞭炮 你一點後它會旋轉 它旋轉會飛多高 大概飛50到100公尺高 然後呢 它就會爆炸 它就會爆炸 它爆炸的威力並不大喔 它不會炸的什麼方圓幾公里之內 不會 它就是炸在你身旁3到5公尺 而且呢 它的殺傷面積就是 讓你斷手斷腳 就跟古代一種很不道德的刑罰 叫做越旗左右族 把你的腳砍斷 把你的手砍斷 因為砍斷你的腳手之後呢 不是傷一個人 你還要浪費很多人去抬它 去幫它去包扎它 它的身影聲 它的慘叫聲 跟它慘狀殘廢的樣子 會讓其他的士兵產生恐懼 所以這種蝴蝶雷 其實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這當時是在越戰的時候 沒有辦法才使用 可是呢 這個東西你說要不要輕 非常難輕 這個蝴蝶雷 它從飛機上丟下去 它在跟地面接觸 彈跳兩下之後 就是這個 看起來很可愛啊 小小的一個 一邊寬一邊小 但它後面一點火 它是旋轉 這個東西它只要一接觸地面 彈跳兩下 它就把它的保險打開了 就保險打開了 它不是你要去踩到 你踢到它就起 它就急發 你只要踢到它就急發 它會旋轉飛起來 在你的身旁 50到100公分之中爆炸 你所有接近它的人 全部都變殘廢 所以俄羅斯已經瘋狂到這種層次 你看這就是布置在草 這是從飛機上丟下來的喔 它閃目在地上這麼多 你只要踢到其中一枚 它就爆炸 那人家說那把它清理 非常難清 因為它彈落地面 保險一經打開 無法關閉 無法關 就是說它不能解保險 這 這就是另外一個在海港的城市 在這個利克坎斯克 它的大轟炸 這是一個民眾在它家開到的 在它家開到的 那旁邊有很多廢墟 表示這已經被轟炸過了 它持續對港口的 所有重要性質 繼續還這樣 所以烏克蘭人民 現在真的是 水深火熱之中 那麼所有能夠解救它的方式 什麼方式 要阻止俄羅斯的進攻 絕對不是跟俄羅斯頂流硬控硬 是截斷它的尾巴 截斷它的戰鬥持續力 所以我覺得全世界都在譴責一件事 不要光譴責 你要實施真正的經濟制裁 所以很多人說經濟制裁有用嗎 對有用 可是一定會傷到自己 我不跟俄羅斯做生意 我不跟他買石油 我不跟他買天然氣 我本國的經濟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這是必要的犧牲 因為這是國際正義 所以很多人在說 我們台灣能做什麼 我們跟俄羅斯的經濟 往來不過0.1而已 只有什麼本事 可是一個國家0.1 100個國家呢 你的經濟的實力 就能夠影響到俄羅斯 雖然我有損失 雖然各國家都有損失 可是你解救的是烏克蘭 你解救的是世界上的自由 人權跟正義 所以我真的是呼籲 大家不要嘴巴說而已 我們要支持這些制裁行動 即使我們的生活受到影響 苦一點為的是全世界 苦一點為的是世界和平 如果你今天不關心烏克蘭 明天東國來侵略你的時候 別人也一樣冷眼旁觀 好我們回到剛剛前面那個畫面 那個轟炸聲的畫面 這個地方應該我印象當中 這個城市是位於在烏克蘭的東部 從剛剛從空中看到這個民眾所拍攝到這個畫面 哇 背書過後的一片那麼狼藉之後 竟然還是有大樓遭到了轟炸 拍下是空無一人非常精瘦的畫面 現在有多個城市都面臨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剛剛這個畫面之後 我們看到利斯坎斯科 這個應該是在烏克蘭東部的一個大城 也是烏東 慘遭大轟炸 那剛剛看到了又是在馬利波 來我們看下一個畫面 那接近黑海的不管是奧德塞港 或是赫爾松 或是馬利波 現在馬利波 那麼遭受到俄羅斯軍隊的一個襲擊 這是 這是烏克蘭的坦克 這是烏克蘭的坦克 這是烏克蘭的坦克車 這不是俄羅斯的坦克車 所以很多人說 烏克蘭是不是沒有跟俄軍交戰 其實有交戰 這個坦克就很明白 他被擊毀的都是尾巴的引擎部分 那這一台是整個履帶都被擊毀的 就是喪失他的動力 所以烏克蘭的正規軍 他的確有跟俄羅斯在實施正規的戰鬥 所以這都是民眾拍到的 都是民眾拍到 因為有戰鬥 所以兩方都會有損失 所以很多人說 烏克蘭可能已經放棄 沒有放棄抵抗 這些民眾拍到的表示 烏克蘭不管是民還是軍 都在積極的抵抗之中 是 來 謝謝余將軍 來我請教是所長 現在這樣的一個情勢 未來可能會怎麼去演變呢 我們開場戰爭 當然現在戰爭進入第九天 我們看到不同地區陷入僵持 或者是俄軍他其實已經進入 好像已經佔領幾個大城市 好像也有些進展 那我們先回到說 當初他發動政產戰爭 俄羅斯他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想普丁也講過說 他的目的是要去納粹化 去軍事化 還有烏克蘭中立化 中立化意思說 他其實這是要消除 所有烏克蘭的軍事能力 那納粹化呢 他是認為說 烏克蘭政府對烏東的人民 採取納粹的措施來對待他們 所以他要去納粹化 那去軍事化 或者是有所謂的去核武化 因為俄羅斯很多人說 其實烏克蘭擁有核武 事實上在冷戰時期 烏克蘭是擁有核武 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呢 烏克蘭聽從了俄羅斯的話 就把所有的核武都交給俄羅斯 所以他們現在很後悔 他如果有核武的話 俄羅斯應該不敢打他 但是俄羅斯說他有核武 所以我們看到他為什麼要佔領 車諾比電廠 然後現在又要攻擊那個核電廠 其實某種程度就是呼應說 我要去核武化 去軍事化 我就要看看你這裡面 到底有沒有核武 那另外因為他發動這場戰爭 上次我也講過說 他基本上是外線作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那雖然前幾天俄羅斯的攻擊 稍微有點停頓 但是他原來的作戰態勢 其實還是沒有改變 就是他有所謂的主作戰跟支作戰 他目前的主作戰還是在基辅 基辅這個地方 因為基辅是首都 我們知道如果你要攻略一個國家 你佔領首都 甚至他的領導人向海山跑掉了 或者是斬走攻擊 如果死掉之後 這個國家沒有領導中速 我想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投降 所以主作戰在基辅 但是目前基辅是陷入這種 僵持的狀態 剛剛余彰君提到說 有六十幾公里長徑的這個部隊 其實就是因為陷入僵持 所以他要增援部隊到這個地方來 那目前俄羅斯所謂的營戰術群 大概有117個 那目前只剩下六個還不在這個戰場 現在都已經在烏克蘭這個戰場 所以他現在要加強部署 準備要征服 基辅 那目前基辅有兩個方向的圍困 一個是東邊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佔領某些區域 就是在機場或者是 車程的特戰部隊 那所謂的戰爭之王被 烏克蘭的特戰部隊打死 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距離他的 指揮中速大概還有30公里 那目前陷入僵持的狀態 但是這個是主作戰 那支作戰就分幾個地方 第一個當然最南邊的赫爾松 目前這個城市已經佔領了 佔領之後 它緊接著是向西進展 就準備往奧德薩 奧德薩是很大的港口 另外赫爾松這個地方 它往右又往馬力波 如果馬力波 赫爾松 奧德薩 都佔領之後 其實整個黑海所有的出海 重要港口都被佔領了 而且它可以連結這個烏冬地區 變成它很大的佔領區 可以作為它的後勤補給 或者它建立前進基地的 主要的位置 那當然大家也很關注 所謂的哈爾科夫 那哈爾科夫大家都預料說 可能這一兩天就會被佔領 那佔領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不管是從南邊 或者是從哈爾科夫的東邊 它可以往基辅進行核圍 或戰略包圍 如果基辅戰況順利 或者哈爾科夫被佔領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原來部署的烏克蘭軍隊 它只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它就是化妝成平民 然後躲在城市裡面 進行敵後的游擊戰 另外就是保留實力 成建制地往西邊轉移 轉移之後呢 剛宜將軍提到說 俄羅斯的目的是要分為 這個東烏跟西烏 如果這些部隊 移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可以看到 這有個城市叫利沃夫 它是靠近波蘭 那之前其實它的中央政府 某些地方已經簽到利沃夫了 所以它可以把這些主要的 旅的完整的部隊 簽到這個地方來 那當然它至少可以維持 這個西烏的整個態勢 等於說俄羅斯從南到北 由東向西或者由基輔 往南以後呢 再往利沃夫 等於延長了它的作戰的實現 我們看到有些國外的專家說 這場戰爭可能要延遲 大概兩個月之久 兩個月啊 今天才進入第九天 對 兩個月之久 那這裡面當然又簽到說 這些被佔領的城市 我們知道其實有兩個俄羅斯 團級的部隊 它因為這個城市攻不下來 所以它決定繞越這個城市 就大軍作戰來講 城市對於部隊來講 它是障礙 那美國在不管是伊拉克 或其他的城市戰爭裡面 他們很有名的一句話叫 The city can eat army 你部隊進入城市以後 你其實就看不到了 然後更何況說 這個城市裡面 可以隱藏的很多民兵 或者是正規軍 或特戰部隊 對你進行城市遊擊戰 所以我覺得 應該先看 這整個戰略態勢的發展 再來看 每一場戰鬥它最後的進展 那當然這個賀爾松 被佔領之後呢 他前進到奧德薩之後呢 也有人說它其實戰略目標 還有摩爾多夫 就是這個國家它也會佔領 那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普廷好像是 戰略野心非常非常大 等於說過去前蘇聯的界線 所有的範圍它都要佔領 我們說這個作戰的時候 它有分兩種方式 一個叫小口吃 我定幾個不同的階段 戰一目標 我一個目標一個目標佔領 另外當然就是大口吃 剛才余湛先生提到 但是以20萬的部隊 能不能對這麼多 進行城市戰的城市 能一口吃下來 或者是徹底的打敗 這些烏克蘭的軍隊 當然就要看烏克蘭的總統 它的指揮 還有它的 是不是能夠堅持作戰 還有烏克蘭人民的抗敵意志 還有國際社會 還有北約國家 後續對它的援助 是 現在全世界最關注的 就是說 如果它打城市戰的話 以這個陸陸續續的包圍的方向 如果在南部的地方 赫爾松 包括了馬利波 甚至奧德塞港 它都可以控制住的話 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往前堆 雖然在美國 不管打 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時候 城市戰 在世界很多的國家裡頭 說真的 每一個大樓都是碉堡 每一個 老百姓都是可能成為一個民兵 游擊戰 人民多 軍隊少 俄羅斯 如果進入了城市戰 未必 未必可以佔有優勢 可是現在 必須要坦承的是說 它有部分的點 部分的城市 的確是被它控制住了 而且控制住一個關鍵 是核電廠 核電廠現在也被它佔據了 我想請教 我現在連線給 核工專家 也是 赫立偉博士 來賀老師我想請教的是 我們昨天一直關注到 現在他要轟核電廠 還真的轟了 只是說他這回轟到是旁邊 就在核電廠裡頭的行政大樓 可是我剛剛特別提到是 裡面的員工已經向外求員說 他們準備要埋設這個炸藥 你怎麼看這個情勢發展 是的 我昨天的預測 結果今天的新聞 不幸 有點嚴重 就是說 平常核電廠好像是為整個國民發電 解決很多電力問題 可是到了戰爭的時候 反而核電廠變成敵對國的一個攻擊的目標 那麼我們以這兩天 為什麼俄羅斯會對烏克蘭幾個核電廠瘋狂的進攻 那麼我的分析它有幾個可能潛在幕後的原因 第一個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 AEA的建議 假設一個核電廠發生核災 它疏散的半徑是80公里 那麼假設它下風地帶更可怕 所以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核電廠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警告烏克蘭的鄰近國家 假設你們去支援烏克蘭的話 好 我就把核電廠瘋狂地去攻擊 讓核電的發生核災 整個核輻射 這叫核種 就飄到你們國家來 讓你們的國家 十年 一百年可能都恢復不了生機 它這個是一種 我認為是俄羅斯那種戰略的做法 而且現在也正在進行當中 那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尤其是以車諾比這個 已經發生核災的電廠來舉例 它這幾天的核輻射的那個值 已經比原來的超過三十倍了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非常謹慎看這件事情 是 那佛博士你等一下 我先讓這個張誠 前雄三飛隊總共同事 讓我們還原這個現場 因為從核電廠被轟的過程裡頭 那麼張誠大哥很顯然 他要從地理位置 他距離 那從來比當時的這個地點 事實上有一段距離 只不過我們看到 當時呢核電廠要被轟炸時 許多的民眾呢 他幾乎形成了一個路障 這個地點位於哪裡 現在被轟之後呢 那附近的民眾 最新的一個狀況 或畫面一一也都曝光了 來這個地點位置呢 張誠大哥 如果按照地圖來看 我稍微糾正一下 這個地方的確是 札博羅勒的那個所謂的首府 其實核電廠已經在 北邊一點點在這個地方 它一點點而已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先點出來 因為核電廠一定在水邊 它需要冷卻 好 那我們看這個 這邊是俄軍的佔領區 那它顯然在俄軍佔領區 可能在外面 因為要過個火 核過個湖 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這個札博羅傑的核電廠 現在被轟 到底轟成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好 我先講它地理位置 剛剛講地理位置 它在位於烏克南 南邊的地方 是 車諾比在哪裡 車諾比在這個地方 這個距離有多遠 滿遠 非常遠 至少一千公里 至少一千公里 不要小看烏克蘭 烏克蘭是歐洲 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它是台灣的三十倍 這個距離 所以看起來 如果用台灣這樣 就要四百公里 這是一千多公里 這非常大的 距離是非常遠的 那剛剛學長 有賀學長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位置 應該是 這很大 它既然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它所供應的電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跟車諾比在這邊 發生災難之後 我不知道是建廠的先後秩序 應該是這個在後 那顯然是要補足 原來車諾比供電量不足 然後所以所蓋的一個電廠 那電廠如果被掌握的話 被掌握的話 民生用電一定會被影響 工業用電一定會影響 軍事用電也會被影響 也就是說 軍事用電在哪一部分 尤其是通訊的部分 通訊跟執管的部分 會被影響 如果這部分會被影響的話 那對烏克蘭軍隊的調動 就開始會有難度在裡面 核電廠受攻擊這件事情 這是真的是受攻擊 可是另外一個影片 剛剛前面看的影片 就是有火光過來的那個 那個我來看應該是個low play 就是慢慢放的一個影片 為什麼要這樣看 就是因為一般來講 一個炸彈過來的時候 一個炸彈過來的時候 剛剛余江先生講一個影片 是一個海港的 一個城市被炸的影片 我來看那個 那個不叫做轟炸 不是飛機去轟炸 而是類似巡弋飛彈 或彈道飛彈的遠程打擊 因為我看那個範圍 那個狀況不像是 有一個機隊在轟炸的樣子 好 那為什麼要先講這件事情 這個光 我在看這個光 那個應該是個low 放慢在放的情形 那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它放慢下來之後 慢慢地看到 因為我講 為什麼講循環 因為循環會帶尾焰 彈道會帶尾焰 彈道會帶尾焰 我才會看到那個光 要不然一般來講 我們在設計這種炸彈 或者飛彈的時候 那個彈頭是不會讓你看到 有光這樣下過來 應該那個是尾焰的光 好 那我剛剛 為什麼講打得準打不準 對電廠來打 就是它很刻意的 不是打原子爐 反應爐 它很刻意的打 是說行政中心 不過剛剛有個訊息很重要 它埋地雷這件事情 是 埋地雷 裡面的員工說 埋地雷這件事情 從我的觀點來看 它是不讓其他的 比如烏克蘭軍隊再進來 地雷就是做所謂的 阻絕用的 那表示說 俄羅斯軍隊對 穩固這個電廠的 防衛這件事情 他們佔領之後 成功佔領之後 防衛這件事 他們是有在扎根在做的 整個防禦作為是 非常的完整的 好 那你剛剛問到我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它對整個戰局的影響 我們回到剛剛上面一張圖 是 這個地方 剛剛所長也提到一件事情 從克里米亞往北這個地方 往東到馬里坡 現在赫爾松已經被占去了 被占去了 要到奧德薩 這是整個面向之外 我想講的事情是 這個核電廠所在的位置 所在的位置 是在這個聂伯河的岸邊 聂伯河 聂伯河岸邊 這個聂伯河對整個烏克蘭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水運通道 水運 非常重要的一個水運通道 非常非常重要的水運通道 它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也卡住了水運通道了 剛剛老師所長有提到這件事情 軍隊不喜歡進城市 我贊成因為我在節目中講過 如果是我才不進基辅了 但是我們從人類文明的發展來看 為什麼會有城市 城市是人口拒絕的地方 城市也是交通要道 占領城市的目的 不是要進去裡面打巷戰 是要抓住交通要塞 現在已經打了多久了 已經打了8000沒有打下來 其實在Day1的時候 Day1的時候 俄羅斯對整個烏克蘭 發動了非常多的 所謂的竄門攻擊 什麼叫竄門攻擊 就是軍役飛彈 彈道飛彈 打所謂的軍事要點的時候 這些地方都被打了 好 那打到現在還沒打下來 如果我們回到那個 剛剛上面那張圖來看 所以俄羅斯特地打 這個當地的褲油巢 對 這個是 我先把這邊講一下 它如果說從基辅 沿著聶伯和西岸跟東漢 如果切尼庫被他打下來的話 其實基辅現在已經被 完全被包圍了 已經完 但是這邊發生激戰 發生了激戰 到現在還沒有打下來 所以回到剛剛看那個 那個油巢 基辅周圍它是有重兵的 切尼庫現在還在激戰中 還沒下來 所以俄羅斯軍隊不得不 才從那個 那個那個 東北邊這樣切下來 如果他可以的話 他早就下來了 這個是他那個 油巢被攻擊 消防隊在救救的狀況 這部分呢 是俄羅斯在打 作戰的時候 一個很精準的說 我破你油巢 我破你彈藥庫 我破你通訊 我破你交通 這個是很精準的做法 那這樣切尼科夫 出了這段 還有很多市區被轟炸的部分 所以去轟炸切尼科夫 事實上有它的戰略意義 非常重要戰略意義 讓這個基普更容易 把它包圍攻進去 對 沒錯 但是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烏克蘭軍隊的奮戰 它打了那麼久 打不下來 打到什麼程度 我這邊用這張圖 再補充說明一下 我剛剛說 他因為切尼科打不下來 所以他現在這個地方 他從北邊換個道路 從這邊要切過來 去包圍基普 這個斜線的部分 這個淡紅色的部分是 還沒有被烏克蘭 被佔領的地區 可是俄方已經宣布 他們佔領的地區 是這種 那如果是這個樣 他現在切尼科夫 打不進來 他從這邊打進來 就跳過切尼科夫 直接從這邊接近七府 按照美國智庫的消息說 這個邊緣 離基辅已經剩下60公里了 如果這個被確認的話 剩下60公里 我想的是這個地方 的戰況的激烈 剛剛余湘軍提到的 馬里坡這部分 馬里坡也非常重要 其實他就是外線攻擊 兩邊要加其他 我們看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 我們在節目上說過 第一天砲擊的時候 這邊砲擊量非常多 就轟炸的時候非常多 我第一天在節目上 我本來是說 我認為烏東沒有重軍 我更正我的說法 因為他第一天會攻擊的 一定是軍事要塞 所以在剛剛那個 烏東的地方 他那麼多的砲擊在 轟炸在那個地方 好 那如果說回到這裡來看 回到這裡來看 大家可以看一件事情 因為烏軍有重軍在這個地方 這個盧甘斯哥跟那個 盾內斯哥的部分 事實上俄軍沒有推進 沒有推進的狀況下 他們反而從克里米亞這邊 往東北走 他們已經成功的 把馬里坡拿下來 就是用外線攻擊 整個加基拿下來 現在這個戰線連通之後 連通之後 俄羅斯會 俄軍會做一件事情 這叫我們叫做 就是類似我們 在兩軍打仗的時候 以前那個蒙古軍隊 為什麼讓歐洲人嚇壞了 因為騎兵跑得又快 兩軍在 那是冷逼近時 兩軍在對視的時候 那很快的騎兵 就往你隊伍中央衝過去 然後把你切成兩半 切成兩半之後 然後再圍起來 這我們叫做穿插攻擊 穿插攻擊 好 所以回到 如果回到剛剛這張腿來看的話 他現在把這邊連起來之後 他如果把這邊圍起來 或是在從這邊突破的時候 這邊 烏軍就開始被切割了 圍點打員就開始出現了 圍點打員就開始出現了 所以其實現在對 烏軍來講 就是對烏克蘭軍隊來講 怎麼樣把這邊的軍隊 怎麼樣做戰力保存 他現在完全被牽制住了 怎麼樣做戰力保存 然後跟這邊的重軍 可以做結合 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我在節目裡提過一件事 我一直懷疑制空權的問題 制空權 因為現在訊息不安 那今天我聽到一個好消息 您講的好消息 制空權一直在爭奪 一直在決戰 我為什麼對制空權有懷疑過 因為對我們來講 制空兩個部分 一個是戰機制空 一個是地面防空 戰機是戰機 在空中飛才取得制空權 地面防空 為什麼我對這個非常有法醫 因為目前我聽到的戰果 烏軍的戰果 是用刺針飛彈 把俄軍的飛機打下來的 刺針飛彈的射程只有五公里 對 五公里怎麼可以 我為什麼懷疑這件事 我講到我們地面防空 有所謂遠程中程近程 刺針飛彈叫近程 是四巨內打的 是近程 這個這個這個 如果還要靠這個來打的話 代表中程遠程不見了 所以我一直懷疑 現在制空權在誰手上 那今天聽到好消息說 有個蘇凱戰機被 蘇凱戰士 蘇凱戰士 蘇凱戰士被打下來 被轟轟 轟轟下來 我總算聽到烏克蘭有制空權了 不管它是戰機打的 防空飛彈打的 都是有 是 就表示制空權 不完全在俄羅斯手上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有了制空權 地面部隊就是被摟鱗的 不管是坦克部隊 不管是步兵 炮兵 通通是被摟鱗 因為制空就是優勢 老鷹是優勢 小鷹就是劣勢 那如果今天我們聽到說 欸 既然有戰機被打下來 蘇凱戰士他把轟轟 蘇凱戰士是什麼樣的戰機 那是俄羅斯很先進的戰機 很先進的戰機 因為烏克蘭我所理解 我所知道的資訊 他們是米格29 那是好久 等戰時候的飛機 等戰時候 很舊的飛機 因為老爺式的飛機 可以轟炸蘇凱戰士戰機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是 米格29把蘇凱戰士打下來 還是防空部隊把 我不知道是哪 因為我們沒有訊息 但是不管怎麼能夠打下來 就是一件加分的事了 就是加分的事 那前陣子說 北約要提供70架米格29 就是以前 波蘭的飛機 不管是波蘭 前陣子蘇聯時期 留在東歐的那幾個國家的飛機 要給烏克蘭 這個對烏克蘭來講是一個加分 因為他們熟悉米格 有沒有換裝的問題 直接可以用 這是OK的 那時候我還是在想說 烏克蘭有沒有飛行員好 這都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聽到一個 蘇凱戰士被打下來 表示空U不在烏克蘭手中 不完全在俄羅斯手中 那既然不完全在俄羅斯手中 那烏克蘭就還有大有可為 雖然這樣 剛剛從那圖看起來 俄羅斯軍的節節在推進 尤其在基辅那個地方 對 節節在推進 但是如果今天 烏克蘭擁有空U的時候 暫時就馬上改關 我曾經想過一件事情 烏克蘭在第一天理論上 他所有的雷達 指管通行 應該都被摧毀掉了 如果我是俄羅斯 我一定會做這件事 一定被摧毀掉 烏克蘭怎麼可以撐這麼久 我們在節目上提到說 那個星鏈計畫 對 斯拉林克 之外 我相信北約或者美國 有提供某種程度的通訊在這邊 那我為什麼會提這兩件事情 一個空U跟情報 這兩件事情 因為空U掌握制空權 整個戰局可以改變 掌握通訊 掌握情報 戰爭可以改變 空U部分還有一個很 很吊詭的事情 今天聽到米格三十 蘇凱三十四 其實在戰前 按照美軍 美國智庫所提供的訊息 俄羅斯在烏克蘭 跟俄羅斯所部署的飛機 不是只有這一點點 為什麼這麼多的空軍沒有出現 只讓冰面部隊打仗 讓我想到二四大戰鬥的日本 所以這場戰爭裡面 是不是在俄羅斯內部 空軍派跟陸軍派也是不太合的 我們可以做聯想 可以做聯想 要不然這麼長的時間 我怎麼一直沒有聽到俄羅斯的空軍 去樓領戰場 滿奇怪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情形 我想這個可能是這兩個 難道軍事叛變在醞釀中嗎 他們要去安排 但是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 我確定我是拿日本的歷史來看 當時日本的海軍派跟日本的陸軍派 對整個太平洋戰爭觀點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想三分五十六對要不要 攻擊珍珠港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 那我們就把這擺一邊 所以俄羅斯已經在烏克蘭邊境 部署了這麼多的戰機 卻沒什麼看得到 是不是中間有什麼事情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回過頭來講的是 有可能是它根本飛不起來 為什麼呢 電子戰 可能是電子戰 不是他們那部可能沒有問題 可是因為有國家 或者是烏克蘭本身的電子戰 花飛效果 讓他們的戰機沒辦法缺 你不要忘記烏克蘭多大 烏克蘭台灣三十倍大 是 我們一般來講一個戰管雷達 三十倍嗎 不是十八到二十倍嗎 對 它的土地是六十萬平方公里 大概十六十七倍 十六十七倍 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講 我這樣講 一般的戰管雷達 要指揮飛機 我們飛機都有作戰半徑 千萬不要想說 我們IDF可以去轟炸北京 沒有這種事 因為它要聽戰管雷達指揮的 F-16都不可能 沒有這種事情 飛機要聽戰管雷達 來做整體空中支援作戰的 好 如果它戰管雷達的通訊設備 完全被電子戰 蓋掉的時候 它飛機也是不敢起飛的 BU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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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H-3